今日今天十点不一样精神 要带你来关注 台湾明年就要迈入超高龄社会 失智人口快速的攀升 但是不只需要关注老年人 其实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失智型的年轻人 失智症也变多了 而且更不容易被发现 因为年轻型的失智初期 常常会被误认为是情绪的问题 所以被诊断出来 可能都过两到三年了 而失智症并有家属及团体 希望政府要设置更多资源 在关心年轻型的失智 因为他们年纪轻发病的时候 可能都还是上有老下有小 要协助他们还能留在职场 多一点友善工作环境 这样也能延缓退化 对国家的劳动力跟家庭经济负担 还有照顾的压力 都是有帮助的 我今天要去接受访问 你是我的阳光 帮老公记录生活点滴 每天让先生知道他有多爱他 还去学剪辑 将夫妻俩从年轻到现在的照片 串成甜蜜影音 刘小姐的先生是年轻型失智症患者 54岁时确诊 发病9年至今 现在已经卧床 我老公原本是一家公司 好好的负责人 然后在 因为医生有说过 确诊前三年 他就有一些状况 而且一般人都会发现 他的状况是 我员工告诉我说 有给有给老大 因为他们叫他老大 然后他有很怪怪的 年轻型失智症一开始很难察觉 后来刘小姐看到失智症宣导 带老公去看医生才确诊 刘小姐说 夫妻感情一直非常好 以前老公照顾他 现在他是照顾者 看到先生有时记得他 有时忘记 虽然会难过 但正向面对 我老公很爱我 他我们结婚到现在 我们没有查顾家 没有过说重话 他在他 因为失智症后期 他面要心想出问题 他会 他会尿裤子 他会 他会不小心阿B 但是在这个时候 他不愿意传妙 一个阵子状态很难 怎么可能能够接受 他后来他生气 晚上我不进去房间睡觉 坐开客厅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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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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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小姐说病患自己是最痛苦的 需要家人的包容 也需要走出来 寻求专业协助 而他更希望政府能多投注资源 关心年轻型失智症患者 像是增加失智症病友的工作机会 让他们延缓退化 因为他们很多都是上有老 下有小的三明治世代 又肩负经济压力 对于年轻型失智者的延缓 跟年长型可能不一样 在生活安排方面 我们可以可能会更重视 他的经耐力的维持 自我照顾功能的延化 然后也希望说 他可能有需要在工作上面 有一些辅助 其实呢 也可以透过像台湾失智症协会 这样的咨询管道 来了解政府对于 年轻型的失智者 中高龄等等都有一些职务在设计 或是入场辅导的机制 帮助他们不要这么早退出职场 失智症发病年龄早于65岁 就是年轻型失智症 一般老年失智发病年龄 约在70到80岁 而年轻型失智症 由阿兹海默症所导致的 只有30% 比老年失智症少 而年夜型的失智症比例 比老年失智症高 而年夜型的失智症的话 他可能会合并有一些 就是个性性格上的改变这样子 然后可能会有一些 冲动意志方面的问题 那或者是说 就是可能会容易乱发脾气 讲一些不合时宜的话 然后有一些 就是反复会做一些 仪式性的行为 这样子的一些状况 那这个就比较难跟 就是一些精神症状去做区分 而65岁以下发病 对家庭和对社会劳动力 都是很大冲击 最近有人讨论 是否要考虑 劳工健康检查 纳入轻度智能障碍检测呢 相较于劳检 我们可觉得更值得推动的是 在国民教育的部分 可以把这个认知健康 提早的向下扎根 不仅让我们国民 从小就有这样 正向生活形态的概念 同时可以关心我们的家人 提早的来看到 这些警讯是否出现在 我们身边的人身上 台湾2025年 就是超高龄社会 失智人口快速攀升 年轻型失智症 很常被忽略 也不容易察觉 需要大家更关注 TVBS新闻 张正安 王一杰 跳不到 甲娃娃娃机店商机夯在疫情过后 开始转型变身成为明亮舒适的 亲子乐园 甚至占地摆平空间大 近摆机台里头花样很多 从零食到民生用品都有 更像是一个卖场零售店 还会固定有人员巡场补充商品 甲娃娃机市场虽然趋于饱和 不过还是具有竞争力 去年产值还破103亿新高 双眼全神贯注 把爪子移到目标上 困难度有高有低 夹娃娃机高手 常常一夹就是一整蓝推车 今天有夹到这个就是 娃娃机造型的汽车香氛片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炒泡面 一般我去夹娃娃机店 比较喜欢夹一些很好出的零食 或者是说你日常生活中 有缺什么样的一些日常生活用品 现在夹娃娃机也要拼转型 不只可以夹娃娃 机台内改放各种零食 饮品还有日常生活用品 像我刚好缺少了洗衣精 就来夹娃娃机店试试手气 近百台机台 想夹什么就有什么 店面一间开得比一间还大 占地超过百平的大型夹娃娃机店 在全台就有400间 三年前因为疫情 属于娱乐行业的夹娃娃机 被勒令停业 但疫后夹娃娃机产业再进化 明亮舒适变身亲子乐园 空间大好停车 保佳金额也不乏百元类商品 疫情之后 整个娃娃机的大型态改变 它就是四个字亲子乐园 因为我们这间店就是105台左右 那105台 每一台的商品都要不一样 你除了有各式的饼干 糖果 饮料 小朋友 喜欢玩的小玩具之外 以洗衣球 湿纸巾这些家庭用品 大家可以快速地把商品去化掉 不会囤货为主要的内容 大型夹娃娃机店更像一个卖场零售店 固定会有人员巡场补充商品 甚至还可以请工作人员 重新摆放目标物的位置 让夹娃娃机店成了购物的另一个选择 由于进货量大 也需要更大的囤货空间 量供应需求很大 而且它的转换率也非常非常的高 每天每天就是要不断的进货 然后客人夹走然后再进货 一般我们后厂的仓库都占整个店面的三分之一 到二分之一左右 而且我们在控制成本 因为我们进的货量非常非常的多 已经算是一个小型超市了 所以我们可以把进货的成本压得比较低 把机台的难度调得比较简单 那这样子客户的体验就会非常的好 店里一旁还陈列了各式生活用品 甚至有冷藏冷冻柜 消费者饼干夹太多或夹到用不到的物品 通通可以换成点数 兑换喜欢的商品带回家 在疫情前来讲的话 是大概快当到九千以下了 疫情后来讲的话 那我们又成长到一万多家的一个部分 我想我们本身就是一家新形态的一个便利商店 然后可以满足消费者 无论在任何场地来讲的话 只要任何商品来讲的话 只要透过这个机器它都可以行销的 根据财政部统计 疫情期间全台夹娃娃机店 曾衰退至九千四百八十九家 以后增加到一万多间 尤其大型夹娃娃机店 吸引人流 让消费者单靠铜板就能夹起百元 甚至是千元商品 要抢供铜板商机 利用铜板经济的十块钱 十块钱去累积他自己的乐趣 那这个十块钱带来的 其实不会是只有夹到物品的反馈 夹到的过程当中 最后想起来的那个音乐 可能是对他最大的疗愈 相较于传统的夹娃娃机店 转型后的零食厂 扩大消费年龄层 更透过网红行销 以自身流量吸引客池 带动消费市场与商机 每个店家又花尽心思 然后在一般我们的社群媒体 TikTok Facebook上面做直播 那教民众怎么来夹 那这些是目前 我们零食厂亲子乐园 大家都在做的事情 经济部的规范也相当不错 就是让保障消费者的部分 必须要保证夹到商品的部分 这类的自动贩卖器的一个部分 能够推广到我们台湾 甚至到泰国或者新加坡 夹娃娃机市场虽然趋于饱和 但仍具有竞争力 去年产值破103亿新高 夹娃娃机店快速复活 经营形态全面换新 让娱乐零售业冲出新商机 TVBS新闻 黄冠伟德燕轩新北采访报道 这两年因为有一波退休潮 加上教育部控管代理教师的原额 不能超过8% 所以各个县市陆续释出教职 大量的代理教师上岸 反而出现了代理老师荒 代课教师产业工会 也积极的推动更好的待遇 希望能够吸引人才 而且确实也有励志案例 像是今年还有大龄教师成功上岸 55岁考上正式的老师 对教育充满热忏 不论国中小学 各个学校几乎都少不了 有代理老师的需求 也在各校是不可或缺的角色 而他们不只要备课教书 还得准备教征 担任代理老师已经有十年经验了 仍然不放弃 有朝一日能够考上正式老师的梦想 尤其这中间也有其他代理老师分享 得先熬过担任代理老师的困难 有时甚至感觉在学校是次等公民 无论在工作的选择 其实大家都是 一定是以 这其实很像约品 以正式员工的条件 比如说配课 选班级 都是正式老师们先安排完之后 剩下没有人要的 比如说兼诊 洗诊 这种比较辛苦的工作 就可能会落到要带教师身上 那他能不要呢 他不行 因为他的工作其实是一年一月 很多 其实这到这几个月 我们也很常接收到 很多校长都会移就是说 哦 我有人事权哦 你敢不接吗 其实我跟学校的老师的感情都非常的好 所以基本上我在工作上其实是蛮快乐的 那其实只有到今年我们换了一个新校长 那我就觉得他有点在 会让我觉得工作有压力 然后会让我觉得我有点 被霸凌的感觉 对大理老师会比较有明显的感受 那正式老师其实没有像我们这种 就是他的行为没有像我们 就是对我们大理老师这么夸张 确实有不少励志的案例 就有一位新晋教师将近55岁 带领年资长达了22年 总算如愿考上 大龄教师正式上案 但专家观察这种案例较为少见 考人就真的是更不简单 他对教育一定是有热忱的 那基本上他如果是已经代理很久的代理老师 他一定是相对有很多的教学经验 甚至行政经验 所以我觉得他一定是无风接轨没有问题 一般人可能如果不是立定志向要当老师 他可能考个几年 考不上他也可能有机会他可能会转职 近年有一波教师退休潮 加上教育部控管代理老师 原额不得超过8% 释出大量缺额之后 代理老师大量上案 反而代理缺找不到人 演变成学校老师超终点 可见代理老师目前仍然短缺 当编制内老师他有需要请长假 比如说育婴什么这些假的时候 他会产生代理的缺 或是老师去当兵的时候 他的背景是这样子 但是即便是这样 我觉得也应该给代理老师 应有的劳动条件跟好的待遇 那之前确实很多苛扣 经过大家一起努力 这一两年也慢慢有改进 我觉得还是要持续在优化他们的 就提升他们的劳动条件 教了十年跟教了五 教了一年的薪水其实是一样的 当然对留下有资历的老师 其实反而是 就是所以现在很尴尬的是 有资历的老师他考不上正式老师 他对学生在用心 因为那考试其实说实在蛮八股的 如果真的要说我说实在 那但是他有资历的照片 他又必须领次的薪水 近年来我们也听到很多正式老师离职 所以在少整化的状况下 其实代教师其实非常非常重要 执教年资可否累计续薪 各县市规定不一 全国代理代课教师工会 因此主张要修法 要让代理老师也能够续薪 要如何避免代理老师慌得冲击 也该拿出相对应的待遇 吸引人才 台湾民众很喜欢到日本旅游 现在只要带手机就能轻松消费 台湾电子支付业者 携手日本最大的电子支付平台 推出跨境支付服务 让旅日游客不用事前换汇 那么真的是方便很多 也不用换超 甚至不需要刷信用卡结账 只要一机在手 这能够在日本上百万间店家 扫QR扣付款相当便利 气势雄伟的红色大灯笼 日本浅草著名地标雷门 每年参拜人数超过三千万人 古色古香的商店街 各种纪念品小物 杂货 人气甜点 吸引世界各国游客 驻足停留 截至去年年底 国人赴日旅游有383万人 占整体的35% 消费力更排名第一 根据日本观光局统计 台湾游客消费额 去年高达七千八百多亿日元 占整体的14.8% 其次是大陆 韩国 美国及香港 大批外国观光客涌入日本 就算忘记换日币也没有关系 手机一刷就能结账 在浅草商圈消费 不用担心现金贷不够的问题 人力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也一改现金为王的传统 我们现在搭的是东京浅草 人力车十分钟两个人 五千日元价格不便宜 但如果你怕身上的现金贷不够 也不用担心 可以用台湾的电子支付工具 直接扫码完成付款 乘坐人力车 保览东京美景 感受浓浓的日式风情 人力车业者坦言 疫情过后 各种支付方式百花齐放 为商家和外国旅客 带来更多便利 登上634公尺的东京晴空塔 沿着天望回廊 俯瞰壮观的东京市容 不只好拍也好逛 走进礼品店 调试 没芯片 饼干领盒 挑几样周边限定商品 带回家 从购票到买办手里 都可以直接用手机支付 让日本民众直呼好方便 过去日本人 较习惯拿现金负现 但近两年 电子支付的使用率提升不少 日本最大电支 与上百万间店家合作 货源数超过六千四百万人 交易次数去年高达六十一亿次 更开放台湾消费者使用跨境支付 Cashlessを連携することによって そこがもっと便利になると思っているんですね 特にアジアっていうのは 言語も本当に様々なので 言葉が分からなくても楽しめると ペペ在日本 他算是第一大的电子支付龙头 然后而且他以他現有的交易占比来看 参加用户粘着度 近五百万的用户来使用 所以他们自己本身 擁有的一些用户規模 去跟通路 包括像日本的这些商家 去做整合的话 其实都是会他们在近期发展 一个蛮重要的策略目标 以往大家都觉得 冬天才是流感后发的季节 不过最近像是Omicron 新冠病毒 或者是每年冬天流行的流感 都是有一样的趋势 年轻人得了流感 可能就只是发烧几天 全身酸痛 倦怠咳嗽喉咙痛流鼻水 过了一阵子又是一尾活龙 不过年长者要小心 随着年纪增长 我们的身体会慢慢退化 这意味着一些慢性疾病会冒出来 比如高血压 糖尿病或失智症等 除此之外 免疫力也会随着年龄增加而变弱 特别是过了65岁以后 由于慢性疾病和免疫力下降 年长者即使得了很轻微的感染 也可能会出现病发症 除了最近Omicron新冠病毒感染 每年冬天流行的流感 也是有一样的趋势 年轻人得了流感 可能就只是发烧几天 加上全身酸痛 倦怠咳嗽 喉咙痛流鼻水等症状 过了一阵子又是一尾活龙 流感病毒是从古老到现在都还一直流行的病毒 他传染力非常高 很多人都能感受 不只在冬天一年四季 都有流感病毒持续传播感染 身边一定也有不少的人都感染了这个流感 那我们一般人感染了这个流感 发烧 肌肉酸痛 还是会造成非常的不舒服 但是这个流感病毒对老年人的威胁 就不只是这么轻微的这些症状而已 那它可能可以造成流感重症 还有可以造成严重的肺炎 然后住到加护病房去 所以说在一些老年人还有高危险群 要避免有这些严重的并发症发生 现在在路上看到戴口罩的人 其实是比较少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那我们上互疫苗病毒的传染 就会开始变多 那在今年的夏天 我们就看到一波流感的疫情 那讲必在今年秋冬的时候 在往年流感疫情会比较爆发的时候呢 应该会有另外一波的疫情产生 年长者得了流感 却可能会出现肺炎 败血症或呼吸衰竭等严重并发症 甚至需要住院 更严重的话则会导致死亡 虽然现在有不错的抗流感药物 但药物的效果还是有限 因此做好流感预防才是最重要的 预防流感的方法包括戴口罩 勤洗手和接种疫苗 接种流感疫苗能减少感染流感的机会 包括A型流感和B型流感 虽然疫苗不是百分之百的有效 但它可以减轻流感症状 降低住院率和减少并发症的风险 老人家过去年 施打的疫苗 施打率其实不是那么好 大概只有百分之五十多一点点 那远低于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十月份的时候会鼓励 六十五岁老人家 或是五十岁以上慢性疾病的民众 一定要配合去施打疫苗 长辈的族群 应该要接受流感疫苗的一个施打 来预防流行性感冒的一个传染 及重症的发生 那在现在我们台湾会有的这个流感疫苗 分成几种 那第一种是这种比较传统型 用鸡胚胎培养的 那第二种是这个用细胞培养的疫苗 那第三种是这种我们所谓 重逐疫苗加上佐剂的 一定要配合着目前 我们国家的政策来好好施打流感疫苗 那也有一些人在问说 那特别是在六十五岁以上的老年人 这样子的效果更为这个明显 所以未来如果说有这个样的这个选择 然后在老年人 这高危险群 特别选择这样子的这个佐剂疫苗 是可以带来比较好的保护力的 医师提醒符合条件的人 每年因主动接种流感疫苗 特别是六十五岁以上的长者 和免疫力较低的人 这样才能获得更全面保护 TVBS新闻 陈如环 蔣志伟 台北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